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中国独霸全球医疗物资供应链 垄断地位难撼动 武汉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后 各国纷纷警觉 包括口罩、防护衣、筛减试剂等防疫前线物资供应 均由中国垄断 目前要撼动中国 恐怕仍然相当困难 据苹果日报引述纽约时报报道 各国虽能建立起自主的防疫物资产能 但疫情过去后 这些工厂更难以生存 而中国独占医疗防疫物资市场 是耕耘多年的成果 中国政府会提供工厂老板便宜的土地 充足的补助与贷款 也会嘱咐中国的医院 要向本地厂商购买物资 让中国供应商拥有广大的市场垄断 有感于疫情爆发后 各国都得向中国寻求援助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3月誓言 要在今年底做到口罩呼吸机国产化 美国政府的反华鹰派白宫顾问纳瓦罗 近日也开始推动联邦政府 购买自己生产的医疗物资与药品 但纽约时报认为 中国有先起跑的优势 这点各国难以望其向背 报道指出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 一旦研制出有效疫苗 防疫物资的市场需求便会骤降 各国建立起的自主生产工厂就会倒闭 但中国工厂仍有可能保持目前最低的生产成本 得以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 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加拿大前贸易官员艾兰说 中国成功借由供应链的调控 称霸全球个人防护装备市场 目前N95口罩在加拿大需求甚高 艾兰正尝试在加拿大国内建立生产线 多年以来中国领导层一直担心国内多项 重要货品过度依赖外国 包括医疗物资晶片飞机等等 因此中国透过政府补助及推动相关政策 在这些重要产业中培养出大型企业 以能源为例 环境污染过度依赖外国石油供应等问题 一度困扰中国领导阶层 政府便着手协助本地的太阳能板 风机叶片高速铁路等设备的制造商 让竞争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中国已经利用同样的手法 强势进军未来产业 例如5G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 与创新学系教授于昊说 疫情过后中国会有大规模的整合 发展模式与绿色能源5G高速铁路完全相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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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